后疫情时代经济 哦这个好重要 额好多钱 还不够啊 没有啊 人们都在这样想 还在这样想 那你这三年彻彻底底的白货 你这个 这样子说话不要疼 大言不惨 你是 雕榜什么修行 修道修炼 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啊 我千才乃神万之物 说来好听的 一个人 魅心快不快乐 不是受 身体五官 声色全马 做给你带来的刺激 甚至强刺激 现在因为 琳琅满目 外界的太多了 那些欲望 掉着你的更多了 所以这个心态也不平衡 身体 心 吊着你这个神魂颠倒 主次颠倒 防客为主 很可悲 不管是上层下层 不管是上层下层 我们说下层 当然 有他更无奈的一边 那上面是什么风 怎么吹 前面怎么倒 墙头草 那老百姓 压力山大 怎么办 那三座大山前面说了 正面的课 怎么去接 大事化修 甚至很多压根就不存在 当然了 你这个房子 说三年 只不过是停工停产 但是房租还是要照交 没办法 你还有很多 欠的银行 还要还 这也是无奈 那你阴池冒凉 搞成这个样子 难道不要自我翻新吗 都是被西方学吗 那一出了问题 就这样 那经济危机 好像中国 大都没怎么样 那外国就受不了 就人 乃至一个国家 所有人 这个种族 地狱 人的观念 都是这样想这样去干 这个环境影响 上面影响你 没办法怎么办呢 你关上门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你在家里面 怎么过是你自己的 更不要听那些 空穴来风 人员飞语 人没有主心股了 经济学家说 这个房价一涨 鸡蛋要跟着涨 你这个鸡养的好好的 你多给它吃一点 能多下就多下 下不了也是这个样 跟它有什么关系 莫名其妙 很多专家现在都是 专门害人家 那鱼蛋来说 这个停工停产 你重新开始干 本来问题不大 着急 迫不及待 有些并不是不赚钱 过度的生产 回货 浪费 污染 等等 导致 它回收 的成本 那个钱都不够赚 机器一停 就玩不断了 你搞得太大了 把这边查银行 那个 三角质 员工的还要欠 还要年底再说 那你出了问题怎么办呢 你干嘛要搞那么大 有多少底吗 出了事 你带有底能扛吗